你平常也就是打柔术啊 然后健身啊 我以前打的平 现在我不知道是因为 年纪上来了 是因为这 是年纪上来了 就懒不想动 以前出去一趟练三四个小时 现在去一趟 去三四个小时练个十三二十分的 就累了就没劲的躺在那 但是又闲不住 你是不愿意在家里面待着的 就你好像什么都喜欢 你说冲浪你也喜欢玩 潜水你也喜欢玩 就这些玩的你都 玩的我都喜欢 也都没玩太好 都没玩成大神 我是盯一个玩 我要玩成大神 不然我就不玩了 我觉得柔术玩的年头比较久 有机会成为大神 但是现在体力跟不上了 废了 体力不行了 那这些 柔术什么的 对你拍戏有用吗 有用吗 没有用 我这两部戏 就好多格动斗作也不用人家套 我直接我自己就套了 我上个戏 我碰到一个打一个非洲的哥们 特别壮 他也是柔术的子袋 然后我们两个就不用套这 直接就开始打呀 就打得很顺 好 我说东哥出道的时候 然后我还是电影院看呢 那时候那边还有那个小时代 周崇光呢 是吧 我可能还上上上初中 小时代是哪一年 一三年 一三 那我初中毕业了 小时代是我高一的时候看的 大三楼 有大 我高一高了 有小五岁 我一直我一直在心里面都认为我自己很年轻 是啊 我一直都觉得我还是在读书的时候的状态 不是他就他你比我大两岁是吧 我比你大两岁 但他大两岁 但是感觉上就感觉是根本比我大特别多 不至于吧 很多人都觉得我很老了 出道太早 心态吧 可能因为你看过了太多了 可能你看过太多 经历太多了 然后很成熟 很稳重 只是心智 还 心智是傻的是吗 只是心智还 还是傻的 所以很开心 对吧 感谢观看